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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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能算上后面的三周 我们不能把它的体重算成一个月的体重 因为它只是在比如最低的基础上再开始长了 这样子算会比较对 如果实在是没有最低的体重 就像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一个正常的膜肉眼的宝宝 它可能有这个就是头几天可能掉了一些体重 然后呢在大概十到十四天之间又回到出身体重 应该是在十到十四天至少 有的孩子可能更早就又回到这个出身体重了 反正我们就按这个标准来说 如果假设它在十天到两周的时候又回到出身体重 那它这个一个月的这个重量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算 如果像刚才这个例子 它的宝宝只长了一斤一斤五百克对吧 那如果是从两周的这个时间算 那后面只有大概两周的时间嘛 等于它也一周长了大概有二百五十克了嘛 那很不错啦 对对 就好像是有一个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 八斤二两 孩子挺胖 家长都挺高兴 结果过了一个星期变成七斤六两了 再过了两个星期满月了 还刚九斤八两 可能也就长了一斤多一点 然后妈妈可能想 哎呦这孩子怎么回事 还没有这个刚出生的时候 那么那么胖乎呢 对 可是它应该从那个气筋多少多少的来算 开始算 对对对 不是从出身体重 像是有个错误算的时候 反正呢 就是要平衡一下 还有一些别的指标 就是当然体重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可是要知道怎么样算这个 然后呢 就是妈妈也可以观察 宝宝的尿量和大便 尿次数和大便的次数 所以就是可能过了大概头一周 头一周可能妈妈从出乳 就是过度到奶开始多了 大概就是在前一期我们谈过他的大便 在头一周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那过了这一周 开始比较正常的胃养 按需哺乳 宝宝应该一天有至少六到八次尿 然后呢三到五次大便 所以在月子里可能大便会比这个还频繁 那么怎么算一次呢 一块硬币那么大的就算一次 所以宝宝如果每一天吃奶 然后呢观察他的尿 有这么多次大便也正常 那应该他长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当然就是偶尔去称一称 心里会更放心 如果家里有条件有个电子称 那更好 可是呢不用天天称 天天称也太过度的那个 对很麻烦 天天称又很着急 妈妈一看 对很焦虑 天天被那个数字控制 对对对 所以也不用那样 反正就是一周或者半周一次差不多 而且最好是脱光衣服称 也不要穿尿布 因为那些都有就是重要 对啊 所以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不是也是脱光衣服称的吗 所以之后称也最好得脱光衣服 好 那么今天呢也谢谢大家 能够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也谢谢艾未告诉我这么多的知识 我们这期节目再见